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第十章,直角坐标系 那直角坐标系呢,这一边呢 它其实主要要上的是这个距离公式 然后呢,还有一个分比公式 距离公式呢,有些 有一些学校呢,在初中的阶段 好像都有教学生了 不过没关系,我们再重新的 再让你们练习一遍 然后呢,分比公式 分比公式,还有的就是 这个三角形的顶点 坐标,计算面积啦 我是叫它计算面积的 计算三角形的面积,还有计算多边形的面积 其实它的方法呢,是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三角形跟多边形来讲呢 多边形要考虑多一些 多一样东西啦 哦,所以我们等一下上的时候呢 说基本上呢,这一张呢 重点呢,在于这四个公式 你讲它算公式 好像也不是很算公式 就是那个计算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OK 话不多说,我们来先看一下十点一 十点一没有什么练习 就是再重新的再讲解一边什么是直角桌标系 怕你们忘记了 在初中的阶段来讲呢 我们的横轴呢 我们是叫X轴啦 中轴我们叫Y轴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呢,那个位置来讲呢 我们用这个虚偶 虚偶呢 就是前面呢 是X,后面呢 是Y 就是前面的就代表向左向右多少 这样子 向右为正 向左为负 一般上是这样子 向上为正 向下为负 OK 那 大概是这样子啦 然后呢 这个焦点啊 中轴跟横轴 横轴跟中轴的焦点 我们叫圆点 也就是00 有时候用O来代表 用O来代表 然后呢 这个呢 给你们看一下啦 ABCD 那这个A呢 我们是把 往右三格 往上四格 所以我们叫它三次啊 这个B在哪里啊 B在这里 往左三格 往下五格 所以是 -3-5 -3-5 两个不能对调的啊 两个不能对调 对调的话呢 就去了另外一个点了啊 然后呢 C的话呢 是-4 真2 OK 所以是 往左右看 然后呢 再往上下看 20是在第一次这一边 啊 2 然后0 2-3 是1 啊 所以这个ABCD 1啊 如果你看得出来 哪个点在哪里啊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 随堂练习 啊 这个是给 我示范下就好了 哈 也没有要求大家来做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 A的这个点呢 A的这个点呢 我们是称为 2-3的 对吗 OK 往右两格 往上三格 就叫2-3 这个B的这个点呢 我们叫3-1 3-1 啊 圆跨湖啊 我们用圆跨湖 然后呢 先 呃 然后呢 用逗号来 隔开它 这个是 啊 圆跨湖 1-2 1-2 然后呢 第一点呢 是 第一点呢 是4-4 4-4 1的话呢 是 负3-2 负3-2 F的话呢 是负5 负1 G的话呢 是负4 0 H EFG H H的话呢 是负2 负2 然后真2 OK 没有啊 没有漏啊 没有漏任何点 OK 所以这个呢 坐标呢 啊 你要懂得看 就大概呢 就是我们10.1的部分 啊 哈